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一篇是我的同事Don告訴我的 我看了之後覺得,哇靠,這很好笑 雖然我比較沒有那麼傾向於做太多政治方面的議題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一篇他的笑點實在是已經遠遠的凌駕他的政治意義 所以因為好笑,我就想做 所以這邊來看到的是台灣英文新聞,台灣news的一個網站 我們比較少看到這上面的新聞,不是沒有過 不過我們看他的標題是 Photo of the day, map of Taiwan's global domination 所以今天的這個,今天最大家瘋傳的,最有意義的一張照片 Photo of the day,台灣的地圖啊 應該講台灣的這個主導世界的地圖 什麼叫做台灣's global domination 所以global domination這個詞有時候會看得到 全球的主導之類的 好,然後 這邊是一個map of world from Taiwan's perspective 從台灣視角所看到的世界地圖 浮出來了,在John Cena的fiasco之後 這個fiasco就是鬧劇 在John Cena的鬧劇之後 台灣對於世界的看法的一個地圖就浮出來 surface就是表面之類的意思 那他也可以當動詞就是浮上表面 那台灣的perspective叫做視角 那為什麼 這個你看,這名字是拼錯的喔 John Cena 什麼Cina是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大陸習近平習主席就 XI就是C對不對 他的名字本來叫John Cena C-E-N-A 我可能已經不需要幫你補他的背景故事 就總之啊,這個John Cena好像在那個 宣傳電影的時候 不知不覺又補起來喔,對不起 他在宣傳電影的時候 不小心好像把台灣放的前面一點還是幹嘛的 其實細節我沒有很清楚 可是總之惹怒了全中國的網民 所以然後他就馬上出來道歉 然後說 對不起,我事實上是尊重中國人民什麼這些 那這個道歉沒有被中國人民接受 所以就各種梗圖就出現了 太棒了,我們怎麼能放過梗圖呢 所以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photo of the day 台灣在這裡當然 然後中國大陸變成西台灣 酷喔 然後再往北 那個 這邊應該是俄羅斯變成了北台灣 North台灣 然後 整個歐洲變成Pizza台灣 然後非洲變成Hot台灣 然後澳洲變成South台灣 然後 中南美洲變成真的很東的台灣 因為你說從這邊往東看 橫跨太平洋 就是很東嘛,對不對 那美國變成了Gun台灣 槍支台灣 然後加拿大 以及北極叫做Cold Taiwan 酷喔 有什麼好酷的呢 我們來看下面這內文 So as the backlash over professional wrestler John Cena's apology to China continued over the weekend a map of Taiwan surfaced on social media showing the country laying claim to all populated land formations on earth 好,所以 這裡的S是連結石 隨著這個東西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另外一件事怎樣怎樣 所以這邊是一個文法的結構 隨著這個backlash是什麼東西 lash是甩鞭子之類的 鞭打,踏罰叫lash 那什麼是backlash 回彈回來 所以一件事情的反彈回彈 就叫backlash 所以隨著這個什麼事情的回彈呢 就over professional wrestler John Cena's apology to China continued 所以這裡的 隨著這個回彈 持續在週末繼續延燒的狀態下 所以隨著他持續延燒的狀態下 那到底這個反彈是對什麼東西的反彈呢 就是這個職業摔角手 John Cena 他對中國的道歉的反彈 在週末持續的狀態下 下面的句子 一個台灣的地圖浮出來在社交媒體 秀出這個the country 那這裡講the country就台灣了 所以lay in claim 所以lay claim這兩個詞 值得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 聲稱什麼東西的主權 所以you lay claim to something 所以你就是你對這個東西聲稱了主權 所以台灣聲稱了對全世界的主權 所有的populated land formation 這land formation的概念就是 format formation是組成形成的概念 所以總之就你剛剛看到各種大陸了 in response to an outcry by Chinese netizens for calling Taiwan a country Cena posted a video on Weibo on May 25th in which he apologized profusely by saying that he was very very sorry for my mistake and stressed I very much love and very much respect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先看到這一句就好了 這邊是第一個句點 所以in response to something 豆點主持動詞 所以就是在一個回應中 John Cena做了什麼動作 所以我這邊寫一下好了 so in response to 名詞 豆點主持動詞 就是針對這個名詞的回應中 誰誰誰幹了什麼事 so 這邊這個名詞就是一個outcry by Chinese netizens 所以中國網民的這些 outcry就是化然 所以中國網民的化然 為了什麼事呢 因為他把台灣叫成一個國家 所以為了在回應這件事情中 這個很長齁 希望你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回應這個化然的行為中 John Cena 他PO了一個video 在微博上 然後在這個video裡面 他 apologize profusely 這 profusely的意思就是 真的很抱歉 這個叫profusely OK 像profuse這個詞長 看到另外一個用的地方 是流汗 汗流夾背 整個爆汗的狀態 你就可能 you're sweating profusely 所以profusely 也有這樣的用法 所以他就是 整個很profusely的道歉 所以他 非常非常的 對這個mustake 感到抱歉 以及很 很愛也很尊重 中國跟中國人民 好 那網民接不接受呢 Far from having the desire of effect Chinese netizens felt he was being two-faced to please audiences in both markets 所以 離什麼很遠 離什麼很遠呢 就是有著這個想要的影響 所以離這個想要影響很遠 OK 所以中國網民啊 就覺得他事實上在打 在玩這個兩面手法 OK two-faced he was being two-faced 所以扮雙面人 為了來取悅這個 兩邊market的audience to please audiences in both markets 而同一時間 While politicians and pundits in the US slammed the wrestler for his spineless kowdowing 所以 而美國的政治人物 以及這個pundits 大概就可以翻譯成是那種 就學者類的 或者應該講評論家 或什麼的 我記得pundits必須是 有一些學歷背景的 才可以稱為pundits這樣 否則你就只是commentator 像朱學恆就不太被稱 不能夠被稱為pundit 因為朱學恆 並不是學政治出身的 所以如果你是政治出身的 然後你在政論節目講些什麼話 你可能才能夠冠上pundit這個詞這樣 好但不管 所以政治人物跟pundit呢 就幹嘛呢 slam slam就是一個東西重摔 就叫slam 所以灌籃也可以叫slam 因為你把球狠狠地摔進籃框裡 所以大家就摔這個摔角手 slam這個wrestler 為了什麼事情呢 為了他的這一個 啊 spineless 沒有脊椎骨 所以他們笑他沒骨氣 那kowtow這個字 事實上是中文 去了英文 那他就是磕頭 所以他對中國磕頭 那磕頭的英文 就叫kowtow OK 完全是音譯過去的 所以他這個沒骨氣的 對中國磕頭 所以被了 被政治人物罵 Throughout the week 整個禮拜 The hashtag Taiwan is a country was a trending topic on Twitter 真的 所以整個禮拜中 有著一個hashtag 就這個主題標件 台灣是個國家 在Twitter上 就成為了一個trending的topic 流行中的 潮流著 Among the more popular memes created under the hashtag were those which melded Cina's face with that of China's chairman 習近平 or毛澤東 所以在更多的一些 在很多的popular memes 就剛講的這更突 那所以在這一個 這個主題標件下 所創出來的梗圖呢 就是很多的把 John Cena的臉 這個mel的歷史 就把它融在一起 所以把John Cena的臉 跟中國習近平主席 合在一起 或者跟毛澤東合在一起 and changing his name to John Cena 然後把他的名字 改成了John Cena 那這個C就是習近平的C 所以C一變成了XI 你知道發音的構相 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好笑 然後還有 以及他的很長的一個口頭禪 或者是就是 跟對手叫囂的一個詞就是 You can't see me 你看不到我 因為我就是很elusive 你看不到我抓不到我 他就把它改成了 You can't see me 那個C把它改成了 習近平的XI 超好笑的 所以這邊這個梗圖 希望你看得到 You can't see me OK 我能不能把它放小一點 怎麼越放小越大 OK You can't see me 喔我點下去了 我不要點下去對不起 OK 好所以這樣我們現在要看下去 Others posted mark maps to poke fun at Beijing's obsession with claiming territory outside its actual boundaries 所以其他人就 貼了一些 這個mark maps 那mark就假的 像我們模擬考件的mark test 可是mark也有嘲諷的意思 所以這邊就正好兩個意思都有 所以它可以是假的 可以是嘲諷的 所以這嘲諷的地圖 poke fun at something 就是對一件事情 搓它搓著好玩 OK 開它玩笑 所以它 po了一些這個mark maps like poke fun at 什麼東西呢 北京 想要說 它的領土外的領土 是它的 的這種行為 的這種著迷 所以 北京's obsession obsessed的意思就是著迷 北京's obsession with 所以obsessed的 後面的階級詞是with you obsess with something 所以with什麼是呢 claiming territory 你看我們剛才看過 lay claim to something 所以claim又是一樣 聲稱主權 所以北京對於這件事情 claiming territory your obsession ok 那這些territories outside its actual boundary 就是在它的領土外的 toronto sun columnist Brian Lilley Lilley 所以toronto sun 是我來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多很多的 那個多很多太陽報 所以它的一個專欄作家 就columnist 順便學一下好了 專欄作家 column 是專欄 加一個ist columnist 那他 貼了一個地圖 of China 那他把China 乾脆標籤成了西台灣 which he enjoyed simply because it was guaranteed to piss off the dictators in Beijing 所以這件事情他做得很爽 因為他知道這個 保證一定會把 北京的這些獨裁者 piss off就是 惹毛他們 所以這個piss 而且這piss不見得是一個 很乾淨的字 因為他有尿尿的意思 所以piss off就是 惹毛人家 ok 好 所以再來 然後這邊 John Cena cool 另外一個creative map that surfaced took the West Taiwan map a step further by depicting the entire world as being some part of Taiwan 而另外一個有創意的地圖 浮出來的 就是把西台灣 比西台灣還在更進一步 so take something one step further ok 所以這個片語 他就融在這個句子裡 take something one step further ok 這個片語的固定用法 你會改的只是這裡的x 以及用可能把這個1改成2 這樣子 所以 這裡說的是 所以 took the West Taiwan map a step further 看到這個片語的用法 ok 藉由什麼呢 把整個地圖描繪成 台灣的一部分 by depicting the entire world as being some part of Taiwan 台灣的一部分 Australia is shown as South Taiwan Siberia 西伯利亞 depicted as North Taiwan 之類的 剛剛你看過了 ok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是剛剛那個 Toronto Sun的columnus West Taiwan 那你懂了 so stereotypes are used to portray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所以 他用世界 把世界的這些 剩下的地方 都用刻板印象來處理 stereotypes are used 來扮演 世界的各個剩下的地方 所以Europe就變成了 pizza Taiwan Africa就變成了 Hot Taiwan 加拿大跟格林蘭 就變成了 Cold Taiwan這些的 好 哈哈哈哈 甚至還把這個挪威 跟另外一些其他地方 稱為 也是台灣 總之是 oh yeah 這邊一個小地方 我剛剛沒看到 就是他直接說了 also Taiwan 因為可能想不出 沒點子 就直接說 also Taiwan 就對了這樣 好所以 這文章到這裡就結束了 很高興我們把它看完了 We finished the entirety of it That's great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這樣的內容 那我一般不太做政治的題目 因為我其實是希望我的影片 我不是說是取悅中國的群眾 所以才不做一些中國的影片 其實我做影片的目的就是讓 只要你是華文人口 我都希望你的英文進步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 我就盡量不去碰政治的議題 只要你是華人 我就希望你英文進步 並且有一天 我們就能夠把這個世界 從英文人口中奪過來 然後讓全世界跟我們一起學中文 我有生之年應該看不到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把英文這個語言取代掉 所以聽起來好像非常的吊詭 我要把一個語言取代掉 我幹嘛教它 我要知己知彼 我們要先把全世界 主導世界這個語言 學得滾瓜爛手 學得呱呱叫 這樣我們才有一個立場 能夠把這個語言給取代掉 我們一定得這樣子做 否則的話 全世界只會覺得 我們是一些酸葡萄心理這樣子 你學不好英文你就不學它 不是的 我們可以把英文學得很好 然後把這個語言丟掉 讓全世界跟我們一起說中文 這個是我的一個 I don't know 人生終極的理想 那again 我這輩子大概看不到 希望我們的後代也可以努力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